我們道理上的全部力量 羅斯穆就講的 唯一恐懼的是我們恐懼本身 我們大家現在恐懼中國的崛起 恐懼台灣的發生戰爭 但是大家忘了 不要因為恐懼戰爭而忘記了 利用聯合國憲章的工具 我們要建立的一個政府是什麽 如果政府不能解決問題 如果中國政府 如果習近平連累兩屆了 包括如果鄧小平理論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持有動向平臨的和平統一國兩制 而沒有其他的理論 能夠解決中國社會主義的 就是國家統一的問題 這個是江澤民時代提出來 這麼一個習近平上學的觀點 就是當時王厚寧提出來的 本黨嘛 所以江澤民我當時提了一個報告 叫同心同國共建家園 我不同意這個和平統一國兩制這個口號 因爲什麽 因爲社會實踐 我是在香港 都商區 發展公司第二貿易部 我是一個部門經理 當然我參加了一些 包括六四以後 我就提出來了 空談 信資信社 蘇澇Ẹ 我實幹 改為開放新奉 這是我在 支部生活大會上提出來的 後來我們變成我們工業區的一個口號 但是我在香港招商機制的同時是 深圳市財胞財主聯會做香港的理事 因為在深圳市國台辦組織的財胞財主聯會 在1986年成立財胞財主聯會 第一個會場 首任會場 所以我一直就參與 因為我那個時候就是在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廠當部場的 余德財是主幹出處的 那時候說朋友就是主幹出處的 後來深圳市主幹出處的部場 他去調配 他去到西安去招聘 兩天多人考試把我給破格選拔出來的一個人才 就直接安排在這個工廠裡實習做負商檔 當業以後我就認命為這個部場檔 後來1987年我調查 又經過選拔 內部招聘考試公開答辯 我又選拔了外派到 香港招聘考 香港招商區 搭聘公司 就是這個貿易 二二貿嘛 就是貿易 社會公司貿易服務公司 所以我們是在改革開放的實踐當中 給中央提報告 打報告 寫總結 寫叫反復意見的 這個排頭兵 老紅牛 如死牛 實踐者 實踐者最有八言權 所以說 我們今天是 今天在這裡 批判和質疑一個中國三原則 質疑台灣的那個中華民國裁判 負負隸履 台灣是個主權農地的國家 我們質疑 這個一國兩制這個政策 台灣人治理 香港人治理香港 台灣人治理香港 就是搞跨海而界 這個跨地為牢 就是搞的封建科技 就是製造 帝國主義代理人的陷阱 所以我在1989年的時候 1987年的時候 就給中央就打了個報告 就提出來 必須在香港 在一國兩制的基礎上 更上一層樓 提出來重新同國 和平統一 過海駐軍 共建家園 這句話是這麼說的 後來就變成立心 求真 我們要打不破獨立 要打破一國兩制 和平統一 在我們腦子裡 堅定的種種條條框框 只有鄧小平理論 而沒有別的理論 這就是形而上學 這就是兩個凡事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 在理論上的 犯了一個形而上學的錯誤 建國以來 我們一直把 在毛澤東也犯了這個錯誤 鄧小平也 最後也犯了那個錯誤 江澤民也犯了這個錯誤 胡錦濤也犯了這個錯誤 習近平 習非城市習而不差 繼續在犯這個錯誤 我就想到了1905年 孫中山和嚴富 就是嚴富這個教育家 就在明尊手見面的時候 就說到一句話 中國人呢 中國人呢 有個略根性 就是 總是想當皇帝 甲傳一乙 這個乙傳一甲 最後呢 這個甲沒有了 到了乙 你還是要先是這個 就是儒家文化 就造就了 這個 廢出百家 獨尊儒術 儒術呢 儒家的 孔子呢 孔子的儒家思想叫 君君臣臣 一張 赴賭 生 貴富實子 害了全中國的民族 他在幾代中國文化 為什麼落後呢 就是因為他思想保守 不能夠解放 不能把自己看成一個世界的主人 自己應該做到哪些民主也好 自由也好 人權也好 這個價值觀也好 歸根到底你要是科學發展 而不是說你聽從你是哪一個 就像那個 哈佛大學的教訓講 我愛我師 無愛無師 無更愛真理 你要在服從真理 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 這個叫批判的去認識世界 改造世界 創造新世界 這就是我們 這一代人 不管是中國人也好 那個美國人也好 中國人還有一個觀念 這叫民族主義 民生主義 民權主義 民族主義呢 有好處 也有壞處 壞處就是什麼呢 就排他主義 就看 就把自己 就只看了自己這個民族的這個優越性 文化的優越性 而不去吸收 其他世界各國的這個優越性 那所以呢 就認為猶太人是最高等的民族 德國人就是最高等的民族 德國人就是最高等的民族 美國人就認為美國的文化是最高等的 民族文化是最高等的 中國人就認為中國的文化是最高等的 法國人就認為法國的文化 各個國家都去搞民粹 所以這個世界就變成了四川五川 為什麼歐洲不能形成一個權重呢 就是因為歐洲呢 都強調自己個性 而不強調共性 中國為什麼能夠統一起來呢 因為強調一個共性 強調大一種 強調皇帝 強調極權 強調黨內呢 那就是共產黨就強調民主集中 其實用民主 黨內的民主呢 最後被黨內的集中和否決掉 中國共產黨 這個叫佩洛西就說了 是個最自由民主的一個政黨 沒錯 我在共產黨內 從1974年 我能夠給毛澤東寫信 就說明共產黨還是有一點民主 我能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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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夠給 1995年 給江澤民寫信 提出來 然後江澤民採納了 發展了 提出了台湯問題 我們一定要解決 解放台灣 解決方案 然後解決方案 201995年1月1號 年代1月1號 我給 當時的 總書記叫江澤民 因爲江澤民和我父親他們是同事 同事 同事 新中國 成立以後 這個 中美機械局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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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的 我 我父親是 中美機械局的 國企生產車 復刻的 他是在 這個局裡面 這一集 江澤民是在 長春 汽車製造廠的 籌備處長 所以 他是一個處長 但是 我父親 是一個 管 那個 中美機械局的一個 生產科科長 李鵬那時候 也是一個 技術員 朱隆基 黃菊 李南青 都在 中美機械局 所以我父親是 金融國 這個 建設的一個工程 對 我在這裡 所以我 我對待江澤民 就像對待我父親一樣 對待 看到我父親 但是 我愛我父親 但是 我更愛真理 對 人類的 使命 就 朱隆越就說的 就是在探索真理 真理呢 就是說 真理呢 就是說 你 你過了一點 哪怕是一小步 也就會變成 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 和平統一 為什麼 成了這麼一個 到現在沒有解決 沒有解決好 沒有撤離解決好 沒有撤離解決好 香港問題 台灣問題 澳門問題 就因為他現在 是兩國道 台灣人治理台灣 香港人治理香港 澳門這段 這個 從根本上來講 不是 這個國家 還沒有統一 香港 香港 香港是全中國人民的香港 全中國人民治理香港 有一個特殊的條件 就通過人民改革大會 制定監禁法 那個基本法 通過基本法來治理香港 我們說新中國來講 人民的公民之間是平等的 為什麼香港人可以自由地到中國 在這裡投資辦 而享受的特殊的待遇 而中國大陸人 為什麼不可以到香港去享受 香港人的這個 這個特殊待遇 這就是不平等 為什麼 中國 中國的那個 中國的學校裡頭 台灣人 香港人 那個那個 澳門人 能夠享受到外國人一樣的 招生條件 那個 住宿條件 洗澡條件 各種這樣的 還有蔣絕經 住學經 為什麼 為什麼 大陸的這個 那個 山村的農村行 享受不到這種待遇 這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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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叫 階級路線 過去我們講的 階級投 歧視 我們現在就是 地區歧視 地緣歧視 這個就是 中華民共和歐國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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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法律 不公平 美國 都沒有這一條 啊 美國人 只要你 不去破壞這個國家 不去破壞這個國家的婚禮 人與人之間 是平等的 包括小孩 包括 男人女人 但是 舉探是這麼說的了 那種族歧視這個問題 也是由來一舉 那至少有這樣一個法律 啊 我們 我們今天來講 為什麼 我在這裡 我在這裡 能在美國 來是這麼說話 而我在大陸說的是 沒有人聽的 因為 因為我那個 雖然有民主 但是被集中了 被否定了 從什麼時候開始 從19 1987年 1997年 1997年 不是那個 那個 1995年 1995年 江澤民發表了 1998年 李登輝發表了一個 《李六條》 然後我就開始給中央寫信了 我說這個 免漢特殊 那個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啊 要解決好 這個 跟兩國 不是兩國論 而是 同心 同國論 同時代表一個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 中華民國 的延續 延續 2758號決議 就是說 承認 中華民國 是代表 中國的 國家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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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的國家 名稱 從哪裡來的 你們是 大家是可能說 我說的 胡說八道 我給大家念一念 聯合國大會 聯合國大會 第26屆會議 大會 結議 2758號結議 回顧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聯合國 的合法權利 大會 回顧聯合國憲章的原則 聯合國憲章的原則 是什麼原則 有兩重性 聯合國憲章的一個中國的原則 有兩重性 大家要注意 我們說 中國大陸 中國台灣 美國政府 美國人民和全世界各個政府 就在這一個回顧 第一句話就沒搞清楚 回顧聯合國憲章的原則 聯合國憲章的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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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認中華民國安理會的 創始會員國 聯合國和聯合國 這個什麼意思 就是說 這是個國家的存在 聯合國憲章的聯合國憲章 把聯合國憲章的國家組權 國家的名義 來組成的一個 集合國憲章的 一個維持世界 一個和平忠誠 是一個國際基督國,制定國家的維護國家的安全度發展。 聯合國憲章,就是在這裡。 聯合國是一個宗旨。 我這個就不去講了, 按照聯合國的宗旨,就是合併宗旨, 維持社會治癒。 首先,董民武這個照片, 我在這個照片上也有, 蔣介石簽證這個參與董民武, 中共代表董民武參加聯合國大會的實人代表。 這個照片,大家都是熟成想。 但是為什麼沒有進一步去想呢? 中國共產黨承認中華民國就是中國, 就注射在聯合國的憲章。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潛臺詞, 就是中華民國就是中國。 中國共產黨承認中華人民共產黨的合法權利, 和對於聯合國憲章在維護, 這個聯合國憲章所要同事的事業, 是必不可找的。 中華人民共產黨的合法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性在哪裡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性就是中華民國的延續 這個就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性 為什麼中國共產黨不願意承認這個合法性呢? 他因為他覺得自己為此基礎 這個叫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我不是中華民國 為什麼這麼說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不是以一個國家的名義而成立 這一點我們99%的共產黨,99%的中國人民沒有考慮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以中華民國的這個國家的延續來成立的 就是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 不是建國大會,是建政大會 我父親在台灣起案同名,1949年 這個年初,就是在上海戰役啊,上海的湖村戰役之前 就二十八事件之後,起義了 西岸同名,回到了上海 上海解放的時候,我們家就住在宋慶寧故居的鄰居,那是同一個街道 後來我們的檔案資料就報到了北京的中央組織部 經過審查之後,分配到中央集結局 我們算是一個起義人員 我們這種起義,不是戰爭的起義,不是投降的起義 而是投奔共產黨來建設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 就是建設民服起司的中華民國 就是建設徐民哲司的中華民國來了 所以我父親一直都沒有參加過共產黨 後來他參加的是一個叫自公黨 自公黨就是美國的羅斯族那個美國民主黨 在中國的一個組織,叫民主黨 所以我父親是美國民主黨羅斯國的學生最先者 後來人 我在講,因為現在大家包括了中華民國國政府 國台辦對2758的解釋 不準確,認知不嫌小,跟法律上有錯誤,我是學數學的 我這條法律知識是在香港招商區做經理的時候 在上海中山大學那個老師給我補充的一些法律知識 我沒有上過博士 我也沒有文憑,法律文憑 但是我只有一個畢業培訓證書 但是我理解是這麼理解的 我那個意見也通過Facebook 我給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維斯 專門解釋了我對一個中國的認識和2758歲的看法和質疑 我質疑什麼呢? 質疑一個中國的原則 臺灣李登輝提出的兩國論 一天一國馬英九的九二共識一中各條 我質疑過卡特總統提出的一個中國 中國這個台灣關係法的那個聯合國公報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對這個2758有意思理解 認知不協調 你認知了,你宣布了你要承擔這個責任 你沒有擔起這個責任來 包括下面來講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 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中的唯一合法代表 它下面一句叫做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安理會組織第一 我們先講前半句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 我想,習近平同志,你是法律學畢業的 鄧小平他是軍演主人 他可能搞不清楚法律的關係 鄧小平是搞工業的,搞基礎工業的 王洪林他是學法律的 王洪林他是學法律的 李克強也是有法律博士的 王洪洋我不知道是怎麼畢業的 但是,我可以肯定地這麼說 包括國財辦 現在什麼劉津義也好 過去那個張張張清聖也好 你們要聽聽我這個解釋 我的質疑 我的批判 你們對這個解釋沒有解釋清楚 就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 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 這個中國是什麼中國 聯合國組織的中國是 是什麼 是中華民國 這就是說我們不是搞兩個中國 而是一個中國 中國組織的國家的承認 國家的承認 國家的名稱叫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是中華民國的延續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是現在中華民國的法人代表 不要全部否定中國的中華民國 否定中華民國的結果 是否定了自己 這個就叫形而上學 形而上學 從斯大林開始 共產黨 所有的共產黨就是搞一黨制 這個這個一年堂 這個就是搞形而上學 我們最大的失誤 就是搞形而上學 建國以來 最大的失誤就是搞形而上學 這個就在一個中國的原格基礎上 我們就暴露了我們這個 舉國體制的一個軟肋 我這麼講嗎 可能有點 因爲什麼呢 這個叫做 我們不願意看到 這麼一個一個失誤 我們願意幫助這個共產黨 也好 幫助這個習近平 因爲決策的每一個失敗 都是由於我們的判斷錯誤 我們誤判 誤判中國 能夠組織當中華這個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錯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民不其實的中華民國 就是徐民得持的中華民國 就是徐民得持的中華民國 這個關係 這個叫做 符合性判斷 這個概念的 這個概念就叫 符合性判斷 你不能判斷 這是同一性的概念 而不是說 非此地理的概念 不是你 你是老大 我是老二 不是那個關係 不是並列的關係 就是一個是國家 一個是政府 一個是創立者 一個是元氏後來者 如果這樣說的話 大家可能會覺得不好 朱英山是創始的 是吧 朱英山是創始的 朱英山是繼承者 我們不要用兒子和老子來形成 我們用這個 因為公民來講 他都是在法律上是平等的 我們用平等來講 那麼臺灣政府具有平等的權利 沒有 臺灣的權利 臺灣的權利 中華民國的權利 它不需要代表中華民國的權利 在1971年2758決議以前 它是代表中華 臺灣這個蔣介石的代表 臺灣這個政府當局 是中華民國的 在聯合國組合當中代表 但是之後 它就不具有代表性 這是一個法律的一個概念 就叫到期作廢 法律再次以後 就沒有你這個 代表中華民國的權利了 所以你這個張官李戴 蔣介石就沒搞明白 中華民國還繼續存在 中華人民共國就是中華民國 什麼兩國論呢 中華民國在大陸的名稱 就叫中華人民共國 中華人民共國沒有在臺灣 你這在臺灣 臺灣什麼 你聽 你現在是臺灣都是戰爭狀態 你問戰爭狀態是怎麼樣 你怎麼能夠和平談判 你戰場上沒有得到的東西 你沒有得到的權利 這個在臺灣戰爭狀態 你怎麼和平統一 鄧小平理論的荒唐就在這兒 叫農夫與蛇 與虎謀屁 你不經過戰爭的結束這個談判 你怎麼能夠談和平統一 你的合同的法律遺跡在哪裡 你沒有得到臺灣人民 人民的這個合法的取得代表權 你這個代表權是 用戰爭法 這個按照戰爭法來講 你現在 你首先你自己就已經 已經不遵守中華民國的一個憲法了 你另一個憲法了 另一個憲法可以 那你要完成你的任務 你要解放臺灣 你又不想在武力上解放臺灣 又空談和平 你那叫空談無國 鄧小平因為他是搞軍事的 又是那個老陳 他不同法律 知識有限 我們可以原諒他 鄧小平因為他搞工業的出身的 搞四個現代化可以 胡錦濤 因為他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不是法律的模式 他因為這個政治主力 旁邊有個有個有個有一個有一個文檔 有個師爺 叫叫王滬寧 王滬寧是搞比較政治學的 王滬寧就是一個一個大的一個 就叫什麼呢 就是行人上圈 就是一個康生 陳柏達 四人幫那個這個楊文元 他的思想體系是一脈相承的 就是搞持有鄧小平理論 而沒有別的理論 能夠按 他的這個情子的觀點 這個這個自己的觀點 一相情願的觀點 唯有 就是郭宗哲自信 你為什麼不去與其 與其其發展呢 你情子的觀點就是情人上圈的觀點 你只有鄧小平理論 而不能發展 你就各自別人發展 我在1997年 就提出來 重新通過 那個那個 那個 那個 貢獻家園這個 這個 這個觀點 就連我的觀點 不能夠發展呢 就回答我的觀點 十五大回答我這個觀點 建議的觀點 就只有鄧小平理論 而沒有別的觀點 你再提出我重新通過的理論 不行 但是經過實踐檢驗 我的理論是成功的 我的理論 超越了 和平農業一國兩制的理論 我這個不是 不是在這時刻 一郎十大 我認為我的理論呢 就下面我 我提出了一系列 後來2007年 在美國 參加了全場華人的 the包總大 格雷 timeline бук 所有的國臺辦 李維伊 還有 葉克東 所有參加過 2007年 華盛頓 日本 歐藝 中國 HP 都知道我們提出了 一個主張 和平统于一国两制在台湾在香港可以行 但是在台湾行不通 所以一国两制不可以用台 就是一国两制不能解决台湾问题 因为首先他没有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中华民国的延续 中华人民国就是中华民国 这个认知不协调 你思想不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世界会解放 却解放回了台湾 是吗 什么意思 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 中国人民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敌人是欺而上学 只有自己 能够代表全中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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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不到法律的声音 法律给你的权利你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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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给你的权利你就没有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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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法律优先原则 我们要建一个法治的社会 毛泽东的建国时候还不懂得法治 是吧 是吧 这个叫做 是吧 我们现在要建 这个 你现在这个 一个权利是有限的 中华人民共产政府 这个 这个国家主席也好 你这个有限的政府 是 是一个 雷得民服务的政府 是吧 是一个责任的政府 但你的国家主席在内 你就必须解决台湾问题 你不是用和平解决 而是用不操手段 你去完成那个 解放台湾的任务 你凭什么说你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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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你实际上你可以出来说 你凭什么可以延任呢 这个有限的 有限政府 你就要相信党和相信人民 你就不能光相信自己 呀 对吧 二十大举行 你到七下山呢 这就叫共和制 是吧 因为一个人他总是没有完 世界上没有完 没有完 一个党也没有一个完全中协的党 你为什么不相信别人 为什么不相信李克强 你为什么不相信王阳 不相信其他人 就能够解决这个 王岐山 你不能相信他们能够解决台湾问题吗 因为 因为法律是你不能超越法律呀 你不能超越法律去授权呢 啊 法律授予你代表中华民国的权利 中华民国就是中国 这个就是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认知不协调 不是一个人的认知不协调 是全党席而不查 所以你今天解决不了台湾问题 第二天还解决不了台湾问题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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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江泽民的 那个 习近平的下一个 下一个接班人 如果 违反了江泽民 习近平 江泽民 江泽民 乱 那么 他要犯错 就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自己 把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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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论者 要移权下去 这个 这个 如果一个党一个民族 只有一个观点 那叫 亡党亡国呢 这 男性讲话 我们当时就在 就 我们就是 男性讲话的 第一手里头 那么 下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安全理事会 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就 承认了 这就怎么讲呢 就是承认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代表 啊 现在的中华民国 因为 安全理事会 安理会的 规定是 中华民国是 那个 常任安理会的 常任理事国 所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就是中华民国 你只有 你承认自己是 中华民国 你才能做在 这个 安全理事会 这个交流上 你 只有通过 安全理事 这个 联合国的 安理会的程序 才能够 废除 中华民国 这个 这个名称 啊 你没有进入这个程序 你就不能 改国号 你就不能 改名称 毛泽东 因为他 这个 因为改了国号 他最后 一生当中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改了国号 就是因为 在那个 那个 建国之前 那个 工程康领上 就提出了一个 一个 那个 叫 司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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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堂 美堂 就是 美国的 自公党 就是美国 罗斯乌 他说 那个 法律律师 那个党 提出那个 就是要改国号 是吧 但是 他说 不改国号 那么 中华民国的国父 就是 石中山了 你就不是一个 创始人 这毛泽东的 一面之差 就改了国号 改国号 但是呢 本质上 法律上 你没有通过法律上的程序 所以 法律没有授予你的 你就不许能有这个权利 1949年到1971年 你虽然在名义上 是中华民国是代表中华民国 但是 联合国没有 没有跟你授权 在这段期间内 按照 台湾国计法 是1979年 1月1号以前 美国是承认中国 是中华民国 是代表中华民国 是中国 1979年 1月1号 1号 中华民国 还是代表中华 是国家名称 只不过是 中国 它因为联合 联合国275法律 它的本质是选择代表权 就是谁代表中华民国的问题 现在 下面 就是说 决定 恢复中华人民共同国 这一切权利 主要是代表中华民国的权利 承认 它的政府 代表 为中国 在联合国 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 唯一合法 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 代表 是什么 是中华民国 和国奥 注射的是中国 中国 固有领土 固有 全体人民 人民主权 和民主主权 以及一切联合国 国家代表 国家代表 那 这一切把 蔣介石的代表 从他在联合国组织 以及一切 机构中 规法占用的席位 驱逐出去 这个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今天 我们一定要把 台湾 民政党 这些分裂的党 分裂中国 分裂中华民国的党 从台湾所占用的一切地方 一切席位 一切权利当中 驱逐出去 这就是275 221 你中国共产党 研究275 221 研究了40年 50年 你没有搞清楚这个道理 你写出的白笔书 就是驴春夫 最哪里的地方 原来 邓小平的理论 最荒谬的理论 就是说 台湾人是里 台湾 不过海助金 人员也不看 简直是卖国主义者 你回程 造数不道 回程造立 不会自己跑掉 台湾人搞 晚中去中 反华一无谋多 连美 每日 今日 他能够产生出来 对共产党的信任 能够产生出来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 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代表 白字做梦 他叫一代一代农合发展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什么 农夫办 这个叫做毛里的毛驴 就是 还有一个语言 西纳一个语言 叫农夫与蛇 那个英蠢的农夫 在这个台湾问题 和国家认同这个问题上 邓小平就是一个农夫 在这个白天书上 习近平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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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导这个 这个如何办法 就是毛里 毛里丹 毛驴 由于不绝 当断不断 反受其论 该解决台湾问题 说不解决 你现在能够解决台湾问题 不解决 不要怕这个千八郎后盼 就是毛驴的毛驴 所以说 人民呢 眼睛是血亮的 为什么 包括台湾人民 在这个 任何中华民国 和中华人民共同国这个问题上 也有很多人是血亮的 从 这个 这个 这个民主呢 往往是我们自己 这个呢 解放台湾呢 应该是说 破载为截 多少是 李克松就说 多少是 从来提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我们习近平同志 还要在明日逢明日 一年第一年 这叫破坏党子纪律 不尊重中华人民共同国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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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国家主席不能完成国家主席的责任 你就应该是 另找高明 就 法律 授予你的权利 就是 有两个责任 一个 法律授予你的权 你必须去做 你做不好 你就让给别人做 这是一个 各个民主国家 现在的民主国家的一种 基本成型 不管是苏联也好 各个国家也好 皇帝的制度要 都要尊重 慢慢地走上 那么一个共和的道路 共和共和 大家都有份 不是 只有你一个人 只有你一个人的权利 你能够掌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利 你在 不要等到你 中国共产党有一个 最大 中国有个最大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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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历史的漏习 就是 不要等到这个人 死了以后 才把权利交出来 就为了 什么一个权利 都不愿意让给别人 是吧 就是人亡正习 这就是历史的规律 人亡正习 就是这么来的 我这个 我这个皇后的房号 叫1905 就是1905 就是1905年 孙中山 孙中山 其中 孙中山 孙中山 和延父 在伦敦 谈了中国的 命 和前途的问题 我是官属人 你不是要听我 那个 习近平2019年的解法 就要听 台湾人的 治理台湾的意见 这就是我的意见 这是我用嘴上 口头上来讲的 你在 这就是解放军战争的经验 你不到 逼到 走投屋的情况下 不把台湾这个 国民党的军队也好 台湾的军队也好 走投屋路 不把民进党走投屋路 他不会投降的 什么融合发展 就是和平主义 随进主义 议会道路 这个就到了 空想社会主义 习近平同志 我说的这个叫 这叫习内尚上学 为先主义 这叫习非成性 你看不到这个 君子之过 日月之神 故而不改 还为之辞 为千万百计的解释 我一看 你这个 白皮书 一般都是 后面 同天都是解释 你那些灰台 正是干什么 你结果 你培养了很多 多少贪官污吏 包括我的半导体 半导体 这个行业当中 多少流鬼神神 多少贪官污吏 我在 我在 多少 重容上 多少 台商 尖声 坑蒙拐变 电信炸变 多少 害了多少 那些 简单又致的 大陆 这个 大陆的 这个善良的 老百姓 我有这个案例 我有这个案例 我有几个 清风的投资 包括湖南那个教育 教委的合作 包括 惠州的 惠州的 国裁办 国务市裁办 裁办 都知道的 唐津塔园 坑蒙拐变 坑蒙拐变 中国的第一号 这个什么 第一号的 大骗子 台湾的大骗子 可是 可是我们的 惠州市政府 这种 顾西洋间 包启一手之天 你假乱真 坑害百姓 霍国殃民啊 老百姓怨声载道 我们这里还不改 就是因为全大于 全大于法 王在法上 为什么我们 我们制度会出现腐败 王在法上 现在美国现在也被 中国人给腐败了 被台湾人主办了 台湾人最会用金钱 来收买 美国的议员和政客了 包括佩洛西 包括格莱尹 包括这些议会的 一些对方 全都统统被台湾的 这些民主党 国民党 等等这些收买了 中国人就会收买 内容 主办 就拉入主办 这是中国的文化 是略根性 所以要敢一斗 敢一斗 敢一斗 人贵有自知之明的 你能战胜别人 叫圣人者有利 知人者智 圣吉者强 陈静平 说我是大陆的有利人士 为什么叫有利人 正人者有利 能够战胜别人的人叫有利 他在2004年 2004年参加了台湾大选的 给我 提出一个小准条 大陆有利人士 你知道为什么他给我封了这个名字吗 我告诉你 1995年 我就策划 2005年 我就策划 20000年 我策划 就是在520的 救治演出以前 我策划了他一个 救治演出以前 我策划了他一个 参加深海 那个 什么会议 那叫 世贸会议 还是什么会议 然后他来邀请他来参加 并且到湖南的延宁县 参加这个技术活动 我策划了这么一个活动 地点盐黄祖孙 我做了这么一个 我们叫 民众电子商务公司 我正在当公司主任 我策划了这么一个活动 从那个时候 2000年起 我就和台湾的 总统府 金志涵子 陈水扁 马英雄 蔡英文 就打上交道 他们那时候就知道我 就提出一个 同情同国 和平统一 贡献家园 是吧 是吧 内心求生 贡献家园 你们记得 2065年 连在社团访问 中国大陆的时候 提出的一个口 是吧 我们都是有信任 什么信任移民东西 一代是怎么产生的 美国是 人民同西 2000年前 人民同西 独立中原 中原大陆 我就说了 十四亿 十四亿的东队 全部都同时 他就明白叫 福国家的 十四亿 阿拉斯加这个 各个帝国 是中国来的 罗汉兵 就是中国来的 要重新 重国 王子孙 美国这个土地 中国是 美国是 国家的土地 你敢不敢存 人民这个感恩 都能统一 你就接个同心 人类不全能统一 才能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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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移民 维根 出移民 这个时候去医院 维虫去医院 2013年 塞兵司法 一周飞幅 各个人 公益山 这个社区 是台湾的出路 台湾的 法英九知道 程泉远知道 蔡英文知道 张亚忠知道 南代更知道 五次 六次 五次 五次